小彤一路上位 靠的是背景 请她回应 请关小彤评价一下自己的连绩 怎么 怎么洗礼吗 可以把我前面那边 就特别有自信地掐掉吗 不用问了 我可以 提问开始了 还有点小紧张呢 问这么尖锐的问题吗 有点说不出口 因为我想到一个人 他或许可以帮我解决掉这个问题 Let's go 我也是师兄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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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坐 你坐这 好的 好久不见 坐这 是很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对 还可以 好的 我是不是忘了打招呼 不上 师兄 师兄好 我不用跟我打 跟观众打 跟观众打招呼 Hello大家好 我是敖子一 敖子一 敖子一 那么接下来就要关心你一下了 关心你一下了 前段时间不是跨年吗 我看见你眼睛好像就 对 眼睛 现在也好些了吗 好一些但是没有好完全 睡一觉起来就这样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睡一喝多了 这是一个小问题 嗯 我来找师兄就是请教经验 就 早上不是 看看 不用问不用我最帅 我最帅 第二 第二 行不用问不用问 好正经 开始开始 就是师兄毕竟当了主持人 对 然后我就请教一下 就有什么经验 我知道 没事不用 咱们都这么熟我帅我帅行 你说你说 比如说难以开口的问题 我该怎么办 特别犀利 特别犀利 这个问题呢 我跟你讲 我给大家怎么办 比如说我们熟 你就问 问完之后呢 也就一笑就过去了 比如说不熟 不认识你第一次见面 就做不了朋友了 你知道 这个问题是有点尴尬 但是就还好 因为其实平时没有一个出口 那你问我之后 我正好是可以跟大家解释 所以这个问题你不用觉得尴尬 就是好好问就好了 就不要所问 就完了 好的 感谢 没了 没 再问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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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见面 再问两个 那就 你对自己在演戏这么评价 你看这个问题 很尖锐啊 有进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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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问你这么多问题 我也该上场了 好的 反正就是作为师兄 咱们也好久没见了 我就是 因为你也是第一次当主持人嘛 所以就有几个点 可以给你稍微提醒 但你也不用完全听我 当艺人首先当主持人 还是当歌手什么的 就是只要站在台上 在摄影机面前 就别紧张 因为 因为你就是要在摄影 你之前还展示你最真 最真诚 最直接的一面 然后你问那些嘉宾呢 其实不熟 就真的是不熟 你就客客气气地问他 你说稍微熟一点 就开点玩笑问他 反正就别紧张 然后有什么事 问什么事就好了 好的 加油 好的 好的 那个 小翼吧 好 好方便听 好方便听的啊 可是我比較喜欢打籃球 虽然我也是打籃球 我会打球 爬到我 可是我放着一个 我放着了 热爱篮球的心 大家好,我叫敖子毅 敖子毅 大家好,我是敖子毅 敖子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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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我的 互联罗 敖子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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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子毅